始終如果你被他捱到半場或下半場 我相信就從頭來過而已 你看看這一球 他們擠高的球 來挑進去 也有他的方法 哎呀,是帥哥來的 右邊按到中間 威呀,閘得到射進去 哇,這個真的難道你不熟 是世界的球 很漂亮,很漂亮 在右邊射球,李健 這個球好像有點散到人 應該散到射球 其實他想出的 對,我看這球就有點意外 所以那球很狠,可以疏狠 所以正經根本非他能力 坐在那裡 但之前挑起球,踢上去 應該是位超來的 挑起球,這一下就行 我們留意一下 球落了去右邊 借米的眼睛包上去 這個球剛剛出的時候 就是散到 迫著瓶瓶地彈上去 這個角度一定會清晰很多 留意,鄭米榮沒有錯過 包上來這一下,就是散到射球 剛好彈彈他的腳底 那麼早的階段 已經被這個廣東省平了 13分14分鐘平了 也不是,還有 還有一點,但是看看去水 場地去水 如果地好一點就容易了 因為現在香港隊其實挺困難的 因為幾個身形都不是那麼好 踢地就比較虛 不是的,還有單刀法 還有沒有要求,慘了 踢不踢他,可能不踢 好想球真的幫你,水頭 水花四千也不知道球在哪兒 結果也是無機能退 但是為什麼可以有一次突擊 史亮竟然可以完全… 直接如入真是如入無人之境 球如果不是這樣的場地 為什麼是這樣的世界 幸好… 幸好也看到鄭米榮 陳兄也沒有踢下去 要不然他還沒起腳 可能不需要十分鐘 好了,一扯 加重內西,龍門口 在前處落,被人截到 起腳,射啊,射啊,射啊 射啊,真可憐 這球球看起來像林家衛 哇,這個球真漂亮 他還有那個位置,一對衝出來 現在可能是沈國輝 我們看看近鏡 不過剛才右腳照樣不是林家衛 林家衛是左腳 右腳,哇,這個球,哎呀,真可憐 如果這個時候追回一比一平手 我對香港就真的有信心了 好,我想就算不進 這個中處球也會有一點提升 那個士氣的作用 原來現在已經完場了 是 基本上上半場香港也不完場 這個球不能夠追成一比一 的確可惜 但是整個上半場 廣東隊也只是以一球暫時領先 香港隊,可以說的話 完全是還有機會的 好,這個時候我們休息一休 大家一起轉身 終於曾錦濤踢了球下來 終於一散中 哇,蘇維泉第一腳撐不到 幸好還有馮啟康幫忙 這些真是火星撞地球 大家顛覆鬥狂龍就這樣了 總之看到球來就出腳 因為受到球的那個… 因為有水騰,彈到他高 又開脚,不適合 阿古沙 對,阿古沙又拿了王牌了 越來越儲得多了 對呀,這樣就… 沒辦法了 這個就對香港隊 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個時候 因為阿古沙上半場拿了王牌 對,那下半場這一腳 其實阿古沙追過來 我想阿古沙第一次肯定 他出心,不是說想犯規 所以球證是兩位一雄 趕他出去 這一下,這一下 但是如果… 老實說,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王牌是合理的 因為對方出腳的時候 阿古沙就踩下去 當然我說了 就是在心態上 阿古沙就不是了 阿古沙就… 不過呢 就… 對球證的判決肯定是不滿 那堅持的左腳拍張的動作 我覺得就不需要了 你們路上 你怎樣…任何動作 球證出示了兩個王牌 你一定要離場 今天那個場地 的環境 一定是… 碰狀一定多 球證也是很… 很… 膽膽給牌的 也給了好幾個 怎麼會回到這麼區外 看看是否想射 不是 再是潘街放在他左邊 那麼現在他們大家多一個人 還有那個場地 就是他們進攻那邊 比較理想一點 應該是比較有… 心機可以做到球 平島射賣 靚啊 很厲害 救得不遠 對… 這樣就沒得了 這樣才能進去 就真是… 惡搞了 香港隊現在的局 一定要攻 這個球就… 遲早要進入了 李健梅柯二道 立即過來跟教練 曹陽 拍掌梅柯二道 李健 其實這個球是撿雞的 反而就是因為在之前 他還有一射 被謝德謙 一副橫 其實謝忻已經救到了近門 但真的可惜 腹的位置不順一點 給對手第二次機會撿倒 這個球 謝德謙其實擋到第一次 已經不錯了 奈何就是… 始終他只是擋了一個球 但又差不到在龍門後面 那麼… 看起來了 其實… 我看起來了 謝忻左手一托 托起了那個球 但是奈何真的托不到後面 那個球在門口 剛好李健就在門口 這樣做就他 梅開二道 這球就是撿 其實也撿得很快 葉偉超本身 就是為了這麼說 他撿得這麼快 也險得很難救 第一下 一救到大夫 可以龍門口 就… 對手人多打人少 就這樣撿了個雞 只有一隻右腳 葉偉超 但是他一… 右腳一吸 再不適合的位置也撿過來 就是製造了可乘之機 好 形勢上 廣東隊現在是完全戰優了 這場領先是2比0 重比數領先是3比2 不過也很遠 首先就是一樣 先斬進去 撿得很高 其實不錯的 批倒… 龍門口滴滴 有沒有人碰到 沒有 哇 這些球真的… 不要說… 真是蘇慧傳隨 滴滴滴滴 怎麼知道的 這個球最可惜 龍門口白衣球員 還沒趕得上來 是呀 你看看 所謂傳這個球 他向前面頂 就很漂亮了 剛剛頂到龍門口 兩個在後面 真可憐 補著空球拳 已經可以完成任務 在失落三屆的散東隊之後 是重奪散東隊補賽 這時候一頂出來 財政何之標就是0 這場賽事就是2比0 兩回合計3比2 廣東省就是把散東隊重奪 那今屆就… 廣東省就是重奪冠軍 他們現在球員就上來 預備接受這個省港杯 這隻獎杯1979年駐造的 當時的價錢都相當之昂貴的 看到下面就… 那些盾牌的地方 就是將每屆的冠軍隊伍 就刻了上去 鞋子